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月4号至5号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在浙江学习考察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韩骏 一起出席浙江省知名企业家座谈会 与浙江在我省挂职干部座谈 会见急着对口合作高端智库成员 并在杭州实地调研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郑山杰参加有关活动 在浙江省知名企业家座谈会上 有关方面签署27个项目合作协议 合同引资总和576亿元 浙江省副省长朱从九致辞 物产中大集团董事长王廷格等七位企业家代表发言 表达合作意愿 拓展合作成果 景俊海指出 今年来广大浙商搏击伤害 永历朝头 书写了创新创业的伟大传奇 当前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 我们正在加快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深入推进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培育壮大一批现代产业集群 奋力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希望广大浙商抓住机遇 与我们结伴而行 共谋发展 优势互补 实现共赢 携手建设 精彩吉林 我们一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让广大浙商在即投资更放心 创业更安心 发展更顺心 与浙江在我省挂职干部座谈时 京俊海说 三年来 大家在吉林安心盖世 用情盖世 务实盖世 为吉林振兴发展付出了坚固努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吉林永远感谢大家 进入十四五 吉浙对口合作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开启新的发展征程 吉林更加需要大家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吉林 讲好吉林振兴发展故事 帮助扩大吉林朋友圈 吉林是大家的第二故乡 吉林人民是大家的至亲至友 欢迎你们随时回家 接续推动吉浙对口合作 走深 走实 走好 在会见吉浙对口合作高端智库组长 王健满等智库成员时 景俊海说 吉浙对口合作开展以来 各位智库专家多次到我省考察调研 组织浙江企业复集洽谈对接项目 积极为吉林发展出谋划策 希望大家吸引更多浙江企业 到吉林投资合作 主动围绕吉林发展所需 献计出力 推动十四五吉浙对口合作 再上新台阶 王健满表示 一定提高站位 谋事谋局 因事而动 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牵线搭桥 促进吉浙企业合作 助力十四五吉林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代表团一行到云七小镇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 传话集团 详细了解数字经济特色小镇建设运营 城市数字化日理 民营经济发展等情况 现场学习浙江好经验 好做法 推进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合作共赢 浙江省及杭州市领导 陈金彪 周江勇 刘新 吉林省及长春市领导 吴敬平 胡家福 田锦臣 李伟 张志军 省政府秘书长王之后 参加有关活动 入冬以来 吉林市想方设法 克服低温天气造成的困难 制定科学合理的冬季施工方案 全力以赴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 立长远的重大工程项目 为推动产业布局调整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打下坚实基础 在吉林市龙潭区 由博大东方新型化工吉林公司 投资建设的 二氧化碳机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一期 已经进入试车阶段 为了保证延产五万吨 可降解塑料生产线 按期投产 工作人员针对低温作业环境 进行技术调整 确保冬季施工顺利进行 比方说整个的热水管线 我们全部加了低点排凝在室外 循环水管线加了连同线 由于物料比较粘 我们在物料的管线又增加了半热 这里边包括电半热和蒸汽半热 和热水半热 保证物料的顺利流通 抢工期保进度 施工人员拿出了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大家放弃休息 抢抓新一轮寒潮到来前的有利时间 施工单位还根据天气特点 制定了分时段施工法 将物料传输等关键环节 安排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 气温相对较高的时段 博大东方二氧化碳 机生物可降解塑料技术 可以有效解决塑料污染治理难题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减缓化石资源消耗造成的能源压力 基于这一技术推进的 二氧化碳集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 分两期建设 预计2022年底全面投产 年产量可达30万吨 为了克服冬季低温影响 吉林市三藻重点项目之一 位于吉林京开区精细化工产业园的 吉林昌原科技公司提前做好 连产4600吨系列化工 助济生产项目的施工规划 赶在上洞前完成室外工程 同时提前做好室内作业区供热准备 确保室温符合施工条件 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 分两期建设 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储存领域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 目前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40%左右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 我们的产品质量会进一步提升 开拓一下国内市场 同时进军国际市场 入冬以来 吉林市各级包保部门 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 有效解决冬季施工难题 保证项目建设 从谋划前期审批 开工建设 到竣工投产的密集接续 有序推进 为增后劲 促均衡 上水平 提供有力支撑 2020年入冬以来 吉林市通过实施 秋冬季项目建设攻坚行动 有34个项目不停工 投资总额113亿元 两项指标均实现大幅度提升 眼下 2020至2021年雪季 已经进入半程 为了让冰雪旅游市场 持续升温 我省各地陆续开展 新一轮冰雪结市活动 为火爆冬油 再添柴 在柳河青龙山滑雪场 滑雪发烧友和滑雪教练的 五龙鸭雪表演 拉开了柳河县冰雪旅游节的大幕 今天看到的雪上表演特别震撼 然后我们家乡附近呢 能有这么好的滑雪场啊 我们每个人都会来体验 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在雪上来滑行的时候 感觉特别刺激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 特别特别好 风景呢也都贼好 然后尤其是这里边的雪纸呢 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我还没有玩够啊 我下次一定还要过来玩 敦化市依托老白山景区 优越的冰雪资源 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优势 举办了第六届 长白山深宫集团 老白山雪村国际文化旅游节 精美大气的城堡雪雕 独具特色的雪地马拉松 璀璨多彩的灯光秀 丰富多样的节庆表演 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 冰雪文化旅游盛会 我是第一次来 就很想走上这来玩 这感受就是一种特别的美 也是以优质的冰雪之言 自然资源为优势 打造了我们这个东北民俗文化 以这个地方民俗这个文化 带动整个旅游产业 赏冰雪美景 向冰雪乐趣 白城市依托全市 四个大型冰雪乐园 十个冰上运动场 举办以冰舞鹤乡为主题的 白城市文化体育旅游节 倡导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开展冰上马拉松 速滑马拉松等冰雪体育赛事 伴随着各地近300项 冰雪文化活动陆续展开 吉林西冰冬雪的冰雪产业 格局特色更加鲜明 彰显了都市冰雪运动 与冰雪生态度假的 产业集群效应 吉林全民坐东 全域体验冰雪旅游的新名片 在2020至2021年 雪季后半程 越发亮眼 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第一书记南望系列短视频 来认识长领县立发胜镇双庙子村第一书记宋孝进 我就是这四个鹅蛋的主人 长领县立发胜镇双庙村第一书记宋孝进 银红养了两只鹅 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鹅蛋都给我了 不是说好像割嘴说 那从心里的说 对我家帮助老大了 哎呀没啥感谢这个送两鹅蛋嘛 平后刘永永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村里了支付带头人 他注册的领胜永牌五五杂粮 如今销往全国各地 年收入近20万 我记得当时他是最不支持我工作的一个 很不相信 他说一些话基本我都没听 我让他把这个桥面磨出来 然后我说我给他卖出去 我说可以慢慢来 逛两天呢 我说我要回松园了 我说我没时间忘了 我说刘永大哥呀 我说你抓紧磨呀 我跟其他人都说了 这第一书上这么磨叽你 这样事吧发了后悔 当然吧架不出我磨叽他 他找我在不下七个次以后 那次我是给他做点 给我拿回八百多不到九百块钱 那时候那心情无法形容你 真是 往后你不管咋说 你说干啥 我就跟你干了 你说句话就好使 我就咳 我就咳 从刘永这儿呢 我总结了一个特点 想让瓶库认可呀 光说没用 你得让他见到真正的实惠 掌握了瓶库家庭情况 和投资意愿之后啊 结合村里结改资源丰富 炒料充足的特点 我们制定了一个 富贫养养殖政策 我们呢 就从我们那个瓶库中呢 精选说四股瓶库 然后具备养殖条件的 和养殖能力的 为每户平户购买 那个三只基础母羊 当时跟养殖厂提的要求是 买回来怀孕基础母羊 一个月就得下载 不下载就得补 再不下就得换 养殖厂说 你这个要求也太苛刻了 我们也做不到 送出去当时非常着急 左一趟右一趟 反反复复的 一直往养殖跑 和你养殖领导墨迹 哎呀 可以那股劲了 就是墨迹啊 啥是达到目的 那啥是达到啊 好说歹说呀 养殖厂终于把母羊 卖给我们 可没俩月 个别村民就找到我们了 刚刚是有来十多天 就下来 哎我说人家都下来 我家这怎么回事的 一听这话我就着急了 又跑到养殖厂 常常说 你这人又磨叽又性仅 你再等等呢 我家这下来的羊 这下来可胖了 乘好了一会儿的 这几年累积在一起 七百多个羊羔了 我的羊卷都已经 扩见第五次了 都得说 说实际这人好 这人非常越纯 比我哥 那孩子都强 这老百姓 败收入呢 这书记 这来这儿 这儿子 我看这儿子可了不得了 那送出去 那是磨叽吗 那不是磨叽 那是有耐心 那是对咱们的一颗真心 一群人 一条心 一件事 一起拼 这五年的点点滴滴啊 我永远都会铭记 我最难忘的呢 就是老乡送我的四个鹅蛋 我把它发在了朋友圈 更珍藏在心底 虽然这四个鹅蛋 不是很值钱 当然呢 它在我心里呢 却是无价 因为它代表着 双朋友的村民 从对我工作的肯定 上升到感情上的认可 所以说呀 我感觉我这五年的 脱皮工艰工作的付出 特别有意义 作为长春市第一实验 中海小学的带头人 校长杨波和群体教职员工一道 秉承严谨敦厚的智学之风 使学校在长春教育界 走出了一条中海特色之路 杨波也于近日获得 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荣誉称好 临近期末 在紧张复习的同时 中海医师宴小学也没有忽视 德育课程的进行 在六年四班的教室里 正在开展一堂以假期 加强自身防疫 增强体制为主题的思政课 校长杨波建立的特邀教师制度 让学生们能在课堂上 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精神养分 今天这堂课的特邀教师 是一位从事医务工作的学生家长 我作为一个医生 我想也今天也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 来给孩子们丰富一下 医疗相关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家长讲课 可以更符合他这种职业特点 让我们更了解 在他们职业中 经常接触到的专业知识 让我们知道更多课本以外的 更多有趣的知识 特邀教师制度 不仅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学校理解老师的机会 也让孩子们从全新的视角 了解自己父母所从事的工作 为家庭 学校 社会 三维一体的教育体系 搭建了良好平台 从事教育工作26个年头 杨波从普通教学岗位 一步步走来 他始终坚持得育为先 培育孩子重得上学的优良品质 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融入教学全过程 为学生指明人生航向 打捞思想道德根基 在借助外脑的同时 杨波更加重视在学校 培养一支优秀的 未成年人思想教育队伍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利德树人 利德树人的最核心 就是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把最优秀的老师 选卖到思政课的一个课堂上 要把思政的课堂 变成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 主渠道和主阵地 杨波校长经常组织全校的老师 来开学习活动 我们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通过我们这样的行动 来真正的做到 引领上岸队员们 扣好人生的第一例扣子 作为一名德育工作者 杨波用敬业奉献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学校先后被评为 中国教育学会 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 实验基地校 中小学教师发展师范基地校 杨波本人也获得了 全国课改优秀教师 省拔尖人才等诸多荣誉 今年1月1号起 公主岭市全面执行 长春市医保政策 实现医保覆盖范围 筹资政策 保障待遇 医保目录 定点管理 基金管理 经办服务 七统一 这也是长春公主岭 同城化后释放的重要 名声红利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公主岭市医保经办服务大厅 自从2021年1月1号 公主岭市全面执行 长春市医保政策以来 市民的感受如何 挺方便的 不用办理一地了 直接去住院 直接解算 直接就报销了 全面执行长春市医保政策后 公主岭市参保人员 可到长春市20家 指定医院直接就医 享受住院直接解算 此外 参保人员还能享受到 报销起付标准 整体降低 报销比例显著提升 支付限额大幅提高 保障范围更加宽泛等政策红利 具体变化有 公主岭市参保职工居民 在普通门诊统筹 门诊慢性病 门诊特殊疾病 住院报销起付标准 同步降低100元至700元不等 住院报销比例 按照定点医疗机构层级 将整体提升5至10个百分点 普通门诊统筹报销限额 由700元提高到1000元 门诊慢性病病种 由20种增加到56种 门诊特殊疾病病种 由12种增加到43种 此外在大病保障水平 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等方面 也有相应的政策保障 居民医保增加了门诊意外伤害 和生育定额补助待遇 同时公主领事将启动 实施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 大幅增加了门诊慢性病 和门诊特殊疾病的病毒数量 2020年12月29号 吉林广播电视台高清波 总控系统改造项目通过验收 至此我台电视节目 进入全高清时代 广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更加清亮逼真的高清电视节目 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排 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力落实 推动高清改造工作 于2019年3月 启动高清波总控系统项目建设 经过机房基础建设 设备到货 安装 调试 2020年12月29号 项目通过专家委员会验收 当日 我台地面及数字付费电视频道 高清节目信号 进入集市传媒股份有线网 实现全省视播 省内观众能够收看到 我台地面及数字付费电视频道 高清节目 至此 我台全面高清工作 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电视节目进入全高清时代 从节目的上载端 到节目的送出传输端 全部实现了文件化 网络化送播方式 从监控管的环节 完全来实现智能化的管理 有这种应急的预案 为节目的安全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吉林广播电视台 高清波总控机房改造完成后 吉林卫视 东北戏曲 卫视配分等11个播出系统 已经实现高清化播出 高清节目的上线 不仅满足我省广大群众 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 也提高了我省公共文化事业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 提升了吉林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据了解 该项目总投资3400万元 得到了省财政厅 省广电局 吉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近日白城市 白城市依托街道 社区银行通信等企事业单位服务网点 成立41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为快递员 环卫工人 网约工 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服务 服务站内统一配备有 饮水机 微波炉 药箱 打气筒等设施 让户外劳动者 累了能歇脚 渴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电 饭粮能加热 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1月3号 2020-2021赛季 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在天津开赛 以五大镜领先的 吉林男子短道队 包来1500米前三名 男子1500米项目 吉林队派出五大镜 张天忆和朱一丁三名队员 从比赛一开始 五大镜就率先领好 并在中圈时加速 始终遥遥领先 最终以2分14秒631的成绩 摘得男子1500米金牌 男子1500米项目的银牌和铜牌 分别由吉林队员张天忆和朱一丁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 2002年出生的吉林小将朱一丁 在该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 以2分9秒257的成绩 打破了全国纪录 本次比赛结束后 吉林短道速滑队 将回到长春 重新投入训练 近日梅可口市 举行新一年首场全民健身活动 奔向2021欢乐健康跑 长跑线路以梅可口市体育场为起点 途经阳春街 松江路 海龙路 最终回到体育场 全程8公里 共有365位长跑爱好者参与活动 以坚韧进取的运动精神 迎接新的一年 今天我们迎来 24节气中的第23个节气 小寒 在北方地区 小寒节气比大寒节气更冷 有小寒胜大寒的说法 明天开始 新一轮寒潮降温天气来袭 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将达到入冬以来新低 受贝加尔湖 强冷空气影响 预计明天起 全省气温再度下降 累计降温幅度一般为5到7度 部分地方可达8度以上 1月6号至8号 全省平均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 比常年同期的零下14.5度明显偏低 7号至9号早晨 全省大部气温将达到入冬以来新低 北部和东部山区的最低气温 可以达到零下31到零下28度 其他地区也在零下27到零下24度 另外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比较低 大部分地方都在零下19到零下16度 降水方面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方有小雪 局部有中雪 为应对寒潮降温天气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提醒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做好煤炭电力天然气 供暖供水等要素保障 及各项安全防范工作 加强煤电油气等能源调度准备 和供应保障工作 重点防范气温骤降可能导致的道路积冰一滑 各种管线设施结冰开裂 一些作业设施亦出现安全故障等风险隐患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茶干湖第19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正在进行中 占地10万平方米的纳波冰雪欢乐园盛装迎客 七大冰灯景区30个娱乐子项目 将冰雪和光影巧妙结合 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